少接還是要避開兩個時間 一個是上班時間 所以我們都要壓到大概過9點以後 不會再上班時間跟人家衝突 另外一個 中午時間想說大家再吃完 還有一個是下班時間 所以我們車掃時間有刻意避開那個時間 那個時間就順便去到處拜訪 拜訪一些重要人物 我昨天有去找到那個 有去拜訪混員禪師 我覺得他講一些還蠻有趣的 他說不是兩岸一家親 是天下一家親 他說這個也不是只有兩岸大家要和平相處 回碩式的這種宣傳說不能做 只能做往前的 至於往前的話 通常是這樣 要做往前的廣告 必須過去是清白的 沒有的 這樣比較好做 所以他執政8年 那個已經變成他在政治宣傳上 最大的包袱跟負擔 因為我對他的了解 他作為國民黨黨員 還是現在列在國民黨部分區立委第一名 以他的個性他應該是知道什麼就講什麼 所以他也是遭到很大的 我可以了解他是受到很大的壓力 一定要配合操作氣包 其實這個跟他私下跟我講的都不一樣 其實我後來仔細看他講話 這個人在講話裡面還是有潛意識 他說這個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他的意思其實就是柯文哲比較好 侯友宜比較不好 但是我現在掛在這個位置我怎麼辦 我是可以理解他的壓力